这个时候柯文哲就必须要考量清楚 在金华城岸你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不只童正生要转去 接着朱雅虎、吴顺民跟韵晓威都要一一传承 因为他们是执行的人 只要是有执行的人去表输柯文哲的话 柯文哲不死也要去掉半场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朱奖人张有话大对词 从昨天开始9月9号开始 9月9号北检集训了神清清 询问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今天我得到可靠的消息显示 今天早上北检又密训了彭震生 北检接连两天你密训这两位大咖 他主要的意思是神清清对于神秘数字的解读 还有一个就是彭震生 现在包含所谓的朱雅虎也好 所谓的吴顺民的证词也好 所谓的邵秀佩的问题也好 还有一个就是赤府的某一些官员 他们进行的作证 进行的作证 他现在拿这些证词跟彭震生比对 就是彭震生 本身的案究竟是属于柯文哲的指示 还是就是我讲的 还是柯文哲勉强接受部署的建议 彭震生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 没想到他这次是弄到这场官司里面 他弄到这场官司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市府官员 市府官员 市府官员的证词 要彭震生教他比对 就可以看得出来 金华城案究竟是谁在此 那现在他密信 这两个人 一个是钱 一个是市 我觉得柯文哲不妙 为什么柯文哲不妙 因为现在所有的证词显然是对柯文哲不理 尤其是彭震生收押 柯文哲不收押 彭震生还睡睡面 为什么 押我不押他 那显然他们两个人是互动 就是说我一再讲 这个官司是谁主动 是谁被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如果是柯文哲指示彭震生去办 那柯文哲绝对逃不掉 如果是彭震生 呈给柯文哲来 先和彭震生逃不掉 这个行则不一样 所以现在 北俭为什么传讯彭震生 北俭传讯彭震生 他主要的用意 不外乎是四点 把所有市府官员的公文 还有跟他的证词 请彭震生重新解释一遍 你在金华城案扮演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 那第二个 就证词进行交叉比对 就是相关的证词 如果对黄震生不利的话 那你的解释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证据 未经交叉询问 或者交叉比对的话 不得视为证据 这个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所以他不能够用片面 别人讲什么 你就压他 这个是不行的 还要经过交叉比对 这个是第二个 就举例说 我指控某人杀人 你检察官不能收压他 为什么不能收压他 我只是单独说 这个人杀了人 但是为了怎么试杀人 至于如何他 还要把当事人吵来 他指控你杀人 你有没有杀人 如果他说没有的话 我就是诬告 如果是有的话 或者是照表 如果有的话 检察官 这个是比喻 检察官才能够压他 以现行犯逮捕以后 积压定见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事情的过程 现在发展是对 柯文哲越来越不利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是彭震生本身的证词 还要去跟柯文哲进行比对 所以传讯完 彭震生跟沈献金以后 下一个传的 就是柯文哲 这个是第四个 第五个 金钱的额度 金流搞清楚 然后事业搞 搞得清清楚楚的话 那我判要起诉柯文哲 就是非常的快 所以现在北剑 显然是快马加鞭 那快马加鞭 他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 我只要用一个案子 能够困住柯文哲的话 那柯文哲 就可能会牢里蹲 那事实上也打破了 柯文哲自己讲的 他要做民主劣势 这不是柯文哲讲的 就柯文哲家人 或者柯文哲部属讲的 就是说 他要做民主的劣势 他要做黑劳 等等这些 做民主时代的黑劳 等等这一些 现在柯文哲在诉说悲情 他主要的目的 要跟金华神案 跟那个贪污行贵案 他要做一个适度的切割 所以我们现在看 北剑跟柯文哲的态度不一样 柯文哲对于这些案子 他现在反正一切到底 但是他谈的是司法程序正义 就是说 在司法程序正义当中 我们现在看得非常的清楚 柯文哲是在规避他的责任 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讲 北剑的确是违反了 所谓司法的程序正义 但是柯文哲就是规避的案件 这个我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有打过官司的人 那你才那个什么知道 什么叫做司法程序正义 司法程序正义 绝对不是文字上面讲 它是用实质上给你心理压力 给你心理压力 所以司法程序正义 这么重要 重要 我是一而再再而三角 将来上了法庭 那你只能够跟他谈程序 不能谈实体 一旦谈到实体 一反两正就完 所以司法程序重不重要 重要 这个时候柯文哲就必须要考量清楚 在金华城案 你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不止彭正生要传讯 接着朱雅虎 吴顺民跟应小威 都要一一传证 因为他们是执行的人 只要是有执行的人 去咬出柯文哲的话 柯文哲不死 也要去掉半条命